直击马路惊险事故 台中市太平区有一处巷口 一辆自小客车准备左转 和对向另外一辆执行的机车 互不离让一面对撞 骑士连人带车摔飞还在空中 转了一圈接着呢是重摔落地 造成了全身是伤 另外在北屯区 有一辆货车临停路边 驾驶下车不仅是没有熄火 又忘了拉手刹车 整辆车往前滑行 驾驶追上去来不及了 这辆车接连推撞了 前方的货车还有机车 货车临停路边 驾驶才刚下车 没想到下一秒 整辆车开始往前滑行 男子着急的要跳回驾驶座 尽管反射性动作神速 但伸手还是不够矫健 先推撞停等红的力量货车 再继续往前滑 骑士回头金剑旁人大物逼近 为11万 猛力撞上其中一辆 另一人惊险闪过 当场吓傻 请问起火 打空档没有拉手刹车 车辆向前滑行 陆续擦撞两辆 红灯停等的车辆 所幸无故骑士经过治疗 只有轻微擦措伤 而在太平区域发生惊险事故 自脚客车来到巷口准备左转 对向执行机车迎面而来 双方谁也不让谁 蹦 猛力撞上 骑士整个人弹飞在空中 360度转一圈后 撞出来地面 就听到嘣一声很大声 当地民众反映 这个路口常有车祸 两年前也有骑士被撞飞 类似事故一再发生 因为是工业区嘛 这边大车蛮多的 好几次车祸 最好是设了那个黄运灯 民众质疑路幅太小光 是车辆转弯就容易发生擦撞 之前也曾临停路边就被撞 没想到这回又发生严重事故 针对民众希望入口加装耗制 侠俊警方也会连同主管机关 重回现场勘察 评估是否有效减少事故发生 热州女士区台中报道